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众多的政权中 历代只对二十五史记载的国家朝代予以认可被视为正统朝代 根据中国有历史记载或考古证据证明了的 那些较长时间的被作为主要政权首都的城市 被人们常津津乐道 产生了四大古都 六大古都 七大古都 八大古都 十大古都等说法 中国四大古都一九二零年代 中国学术界开始出现 将中国著名古都成为大古都 并将几大古都并称的说法 四大古都是提出最早的说法 也是最为权威和公众认知最高的说法 中国四大古都为西安 南京 洛阳 北京 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又增加了开封 杭州两个城市 并称为六大古都 中国六大大古都市 西安 洛阳 南京 北京 开封 杭州 六大古都说法产生的很大的影响 也得到了公众的认可 中国七大古都一九八八年 跌理学家谈其乡其意 安阳为大古都 安阳基深其中 形成了七大古都 他们是西安 洛阳 南京 北京 开封 杭州 安阳 这也是得到史学界认可的一种较为权威的说法 也逐步得到了公众的普遍认可 中国八大古都 中国八大古都的说法 只是近些年的事情 2004年11月5日 中国古都学会会长朱世光宣布 郑州加入大古都队列 合称中国八大古都 他们是西安 洛阳 南京 北京 开封 杭州 安阳 郑州 八大古都的说法 目前尚存在一些争议 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认可郑州可以作为大古都和七大古都并列 另外 网上还有一些十大古都的说法 争议更大 难以得到公众的普遍 认可 由于中原地区 不仅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的主要发源地 而且长期是中国古代的政治 经济和文化中心 所以八大古都中 多数位于金河南 开封大象国寺在各种版本的大古都说法中 以六大古都和七大古都的说法最为流行 那么七大古都中 哪个城市作为权力中心的时间最长呢? 第七名 杭州二百一十年主要建都朝代 南宋杭州在五代十国时期 为吴越之首都 金昭灭北宋后 皇族照过逃往南方 令当时称为临安的杭州成为南宋都城 其建都计二百一十年 第六龄 安阳四百零九年 主要建都朝代 商朝 曹魏 后赵 阮魏 前燕 东魏 北齐 上古三皇五帝时代 专需在安阳境内建都 下朝后期为都 石称西河 亲位于安阳市东南 殷商时期为商湘都集印度 汉末以后 一叶城亲位于安阳市东北十八千米处 为中心的安阳先后成为后兆 燃 魏 前燕 东魏 北齐五个王朝的都城 不计五帝时期 作为都城的历史四百零九年 第五名 南京四百四十五年 主要建都朝代 东吴 东晋 南朝 宋 旗 两 陈四朝 南唐 明 太平天国 中华民国 南京为东吴 东晋 南朝 宋 旗 两 陈四朝 南唐 明 太平天国 中华民国首都 三国时称为建业 是东吴的首都 西晋碧司马业会 改名为建康 是东晋的首都 南北朝时期 宋朝 齐朝 阳朝 陈朝 皆以此称为都 南朝四朝首都 加之东吴 东晋首都 所以 南京亦称六朝古都 六朝以后为南唐国都 苏元璋推翻元朝建立明朝后 南京为大明的首都 后明成祖迁都北京 南京亦为南都 太平天国时期改为天津 为太平天国都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 推翻清朝后建立中华民国 南京被定为中国首都 随着北洋政府的建立 由南京迁都北京 1927年北伐 胜利后 复定都南京 清华战争期间1937年至1945年 国民政府先往重庆 重庆为临时首都培都 1949年 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 撤退到台湾之前 中国首都军位于南京 作为都城历经445年之久 第四名 开封592年 主要建都朝代 下 春休战国时期 魏国 武代 后梁 后晋 后汉 后州 辽 北宋 金开封 简称辩 古称辩州 东京 大梁 是中国多个重要王朝的首都 下中期为都 称老邱 是下朝历史最长的都城 继225年 战国时期 魏国建都于此 称大梁 也铁业发达 十分繁荣 后历经黄河水患和战乱 几乎沦为废墟 极度衰败 五代十国时期 国家四分五裂 开封地理条件 非常适宜农业经济发展 作为一统天下的基础 先后成为后梁 后晋 后汉及后州的国都 北州大将炸匡印发动陈桥兵变在后州 称帝 建立宋朝北宋 仍以开封为首都 称为东京 终于完成对中国汉民族本部的统一 北宋时期 开封城市结构 突破了唐代长安房市城市格局的束缚 再次走向繁荣 发展成为当时世界上 人口最多最繁华的城市之一 靖康之南后 北宋灭亡 开封先被大旗定为都城 后又被金昭定为都城 原末 小明王龙凤政权曾以此为都 建都市长达592年 第三名 北京919年 主要建都朝代 辽 金 元 明 清北京 为五朝帝都 辽 金 元 明 清 春秋战国时期为燕国国都 今位于北京之丰台区 当时称为继 十六国时期为前燕国都 辽代为陪都 称燕京 今朝一一一五年至一二三四年 自金世宗起至一二一四年为中都 元朝为大都 明朝自永乐地起为首都 称为京师 清朝入主中元后 亦把北京做国都 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当时称北京 北 法成功后新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 北京改称北平 现时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是2019年 建都市长辑919年 第二名 西安1001年主要建都朝代 西州 秦 西汉 前兆 前秦 后秦 西魏 魏州 隋 唐 西安 不仅是中国四大古都 古称长安 又曾称西都 西京 大兴城 京兆城 凤元城等 是中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城市之一 先后有西州 秦 西汉 新 更始帝 东汉 现帝出 西晋 敏帝 前兆 前秦 后秦 西魏 魏州 隋 唐等十四个王朝 在这里建都达1001年之久 又曾为赤梅 陆林 大西皇朝 大顺李自成等农民起义政权的都城 但为时极短 唐代以后 中国经济重心难移 再加上对渭和平原的过渡开发等生态原因 导致西安所在的这一地区 不再作为后续王朝的首都 第一名 洛 阳1300年主要建都朝代 夏 商 西州 东州 东汉 曹魏 西晋 北魏 隋朝 唐朝 武州 后两 后唐 后建洛阳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四千多年的建成史 和一千三百多年的建都史 帝库 夏 商 西州 东州 西汉 高祖出 更始帝 东汉 三国十七位 西晋 北魏四百九十三年 才自大同迁都至此 隋 唐 正 大雁 后梁 后晋 高祖出 后唐军以洛阳做国都 中华民国一度迁都于此 称之为行都 是我国建都时间最长的古都 保守估算当在1300年以上 洛阳历史上的情况比较复杂 容易引起误解 伊 甲 商 周 汉 魏等 朱 朝 都有多次迁都的历史 这些朝代的都城 从历史纵向上看可能不止一个 洛阳是其中的一个 历如商就先后多次迁都 所以 安阳 郑州 洛阳 都自称是商的都城 再如下代依次在郑州 洛阳 开封 安阳 历都 二 还有的朝的骑守都不止一个 出于战略上和经济上的需要 一些巨大王朝会设立两都 例如唐 举是公认其首都为长安 洛阳之所以称为弃都 是因为唐代统治者定洛阳为其东 都并经常居住于此 故有东都洛阳之称 安史之乱前在影响和地位上和长安几乎不相上下 都是当时中国的政治 文化 经济中心 自唐真冠之志到开元盛世结束的 114年间 皇帝居落53年 居长安59年 乱后地位不及长安 仅限于裴都地位 唐末又为唐都三年 西州集随两代与唐代情况类似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默大莉玉城 词遁 默大莉城